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OK 大家好 今天講述你購買電魔術道具 其實呢 在我小時候 我媽媽常常告訴我說 拿到的錢就存起來 你看 有一次我拿到的一塊錢呢 我非常的高興 但是因為媽媽說要除去 所以我就找來了 兩個空的類似杯子的 盒子來 把它當作我的純錢筒 因為紅色的很吉利嘛對不對 接著呢 我把其中一個倒過來 把一塊錢放在上面 把這個大門把它蓋在上面 彈下鎖子之後 就變成增值了 就變成兩塊錢了 所以還不趕快來買這個魔術道具 就行了 好 好 我講完 我講完 不夠了 我講完 都可以